武漢肺炎在全世界造成很大的冲击 其中台湾的防范工作做得很好 主要就是政府单位及民间单位的共同配合 为了做好防范病毒感染的工作 日晚处日月潭形象商圈 在日月潭风景区举办环境消毒及围教宣导的活动 有日月潭形象商圈来主办防疫宣导以及消毒的活动 这次的外团可以针对日月潭两个主要的商圈 水色的商圈和伊达沙的商圈 我们的商圈的会员和村民都可以了解这次防疫的重要性 还有这次消毒工作的一个重要性 能够针对游客还有针对大家所担心的一个武汉肺炎的疫情 能够做彻底的消毒 而这次的活动是由地方的商圈所发起的 加上日月潭是观光胜地 盼通过这样的防疫工作能够提供游客一个安全的旅游场所 今天的活动主要是由地方的商圈主动发起的 那日管处也很高兴跟大家来共襄盛取 我相信台湾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那日月潭也是台湾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目前的樱花都还是在盛开 我们的地方的环境也很安全也很干净 那欢迎大家在这个防疫期间 不妨可以到山里面来走一走散散心 欢迎大家 先议员石信龙表示 疫情冲击相当大 尤其也有许多业者依赖观光维生 因此商圈从自己做起 将防疫消毒工作做好 不希望说依赖观光旅游这个业者 因为这样然后经济 然后生机受到一个政治营运 受到影响 变成冲击过于大 所以我们主动来 就是来做这样的一个 卫照先导 来做消毒的防疫的工作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一个就是为己为人 我们希望游客来 然后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 这个自身健康安全 一定要首先保护住 才能够服务游客 相信在商圈业者的 共同努力之下 不但能够落实防疫消毒的工作 也能够提供一个 安全的旅游环境给游客 记者邱平毅 于是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